不要看一下神一样的在我爱里的演法吗 想 你们请梁家辉先生 跟叶童小姐来一看 完了 家辉 这梁家辉 在我爱里里面 能见一断 引力 引后 来呀 哇 天 哇 哇 我 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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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终于可以一脚睡到天亮了 你 你 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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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侯瓦德 就不会疼了 你准备好吗 又给我爱你 哦 六哥啊 我就是你啊 我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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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去 我能夠 啊 啊 啊 我終於來啊 我終於來 我終於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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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怎麼就說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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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的鼻涕又出来很多次了 够了 干了干了 哇 好好看哦 他们还原的那场最难演的戏 完全没有前面的任何的酝酿 直接入戏 我有被惊讶到 然后一直就跟着他们的情绪 对 我看过那个戏 因为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原版我就很喜欢 他们那段戏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现场看他们又演一遍的时候 说实话我肌皮疙瘩都起来了 一个受病痛折磨的老年人 她丈夫不想再让她痛苦地活着了 然后选择亲自为她 这最后一顿充满爱的毒药 那这个时候就她的内心是心如刀绞 每味道她嘴里一口 这个东西好像都在自己的心脏上扎一刀那种感觉 我当时就是特别共情 男嘉惠老师这个角色 我觉得她 她得有多难受 那段戏我 叶童老师清醒的那一下 就一位 就一位 一下就把我拉进去了 太经典了 谢谢 为了你 特别为了你 加油 希望对你有鼓励 那探讨一下季凌晨值不值得这张红卡 但是我觉得她还蛮值得的 有反对的吗 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刚才对她的评价 我是鼓掌 对吧 在那么短时间之内 能演出三个不同年龄层的 跟对方说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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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表演已经值得是赞成吗 啊 赞成 不赞成 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人反对有人赞成 想了这么久也说不赞成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我在语言上已经鼓励了她 谢谢 谢谢已经鼓励了她 再给她一张红卡的话 会突然增加她的接下来的压力 是是是是 继续加油 谢谢明天 谢谢各位老师 能得到各位老师的挂赞 我已经很开心了 意识到自己和导师 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会继续努力的 他给今天的录制 画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 剩下的就是明天录了 今年的演员比较成熟 会有一些 在行业里面有困惑 或者是有一些想改的 或者是有一些想 有一些愿情 对比上一届就 觉得我们应该要付出更多 因为之前都是年轻演员 我们只鼓励 在这一届我觉得 我们真的有义务 因为他好像被卡住了 有些人希望能打开这个关头 希望能